不少內地人都喜歡跟著小紅書介紹的香港景點打卡 旺角一段有金魚街之稱的通賽街亦榜上有名 不過近日就有網民在陷信 說在金魚街打卡時被老闆喝止及趕走 還說要收他一千元 他呼籲其他人千萬不要去拍照 我們就趁星期三清明節假日去現場看過 有店舖貼著請物拍攝的告示 間中亦有零星的遊客用相機拍照 有遊客就說金魚街打卡一般般 覺得被網上照片 有金魚店的老闆就說 經常都有很多遊客大排長龍拍照 阻礙做生意 不過就不會考慮向打卡的遊客收錢